字幕提供 首先,我會說這個結尾 其實背後有個故事、影片 大家可能也有看過或沒看過 有一個男人在,下雨天 你這麼辛苦工作,為愛還是為責任? 他就說是窮 卻說是窮 雖然我很好笑 但其實我挺有感觸 我覺得其實每一個男人都像他 我們做每一件事 我相信都有責任 亦有愛 但亦有很大原因 因為你窮 要賺錢 所以我看完之後 所以說完後一定有後面的那一句 或者生氣到呢 所以人們問我 為什麼叫做跌落海 其實我經常會問你想聽港德版本 還是港德版本 港德版本就是跌落海 就是每一個男人 其實我覺得就好像地盤工人一樣 就是你一出生就好像跌落海 你不停游 要不停奮力去游 否則你就會被淘汰 被掩沒 會下沉 我覺得其實男人真的很多 其實已經不是男人了 我覺得現在那個人也是 就是要很努力去游 男人當然會有一份自己給自己的也好 別人給自己的也好 額外的責任 或者光環去做那件事 一家之主也有一個 美其名就是愛 但其實也是責任 所以就有跌落海這個名字 但其實為什麼真的要叫跌落海呢 老老實實 我也是希望我上電台 少許你問我那個叫什麼名字 叫跌落海 不是叫做D-L-G-H 其實主要都是為了這件事出街 我們那天在那裡一邊笑 一邊去調整那些字 其實你看這首歌裡 其實有很多的字是他本身想說的粗口 但是他就變成了 其實我們男人經常被人曲解 他將曲解這個字 在音樂裡面一唱完之後 就變成另一個 就變成… 變成某一個字 有很多這些的時候 其實那種感覺是 就算一個男人他真的很生氣 很辛苦 爆了句粗 但其實那個爆的時候 其實他爆完就沒事了 其實可能是笑著來爆 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 那個男人有時候就是 哭著你搭著肩膀 我爆了句粗 我不是鼓吹說錯 但我覺得有時候 也不是有窩意的 有時候不小心說一句 是一個發洩 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這樣的一個形態 希望透過這件這樣的事 透過這個hashtag 然後大家對於所有你的事 其實是一笑自知 你喜歡爆兩句你的事 我不管 但是我覺得其實 我拍的MV也是 我剛剛前幾天拍 我真的找了各行各業的男人 有的士佬 有一個坐輪椅的退休伯伯 有一個地產經紀 有一個basking的樂隊 我們全部一二三五 你三四一 都把大家放在海上 然後在水底裡很辛苦 但大家都還在笑 其實就是那種感覺 辛苦但也挺辛苦 工友 我會把這首歌 領導到整個戰場 在台上 劇透一點點 讓大家看到現實生活 我們每天上班 由起床跟鬧鐘的對抗 到上班跟巴士司機的對話 吵架 你欠我的上車 地鐵 各樣東西 其實每一天都好像打仗 每個人都受了不少的傷 如何修補 到最後回到家的時候 可以睡得著覺 又第二天有一條好漢